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赤妹王良里的第二个小故事 影片一开始从国外移民回来的小美暂时住在姑姑家 在姑姑家小美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她突然觉得小时候的自己看起来特别恐怖 姑姑让小美不要说这种奇怪的话 之后就把小美安排在了出国的表妹房间 她话中我们可以听出小美的男朋友马上也要从国外回来了 而姑姑一家也即将外出一个月 这天小美晚上走在路上突然被人拍了拍肩膀 回头一看却是一个指人 小美受到惊吓撒鸭子就跑 夜晚小美失眠了 她想打电话找男朋友姐妹 然而男朋友却只知道让她喝牛奶住眠 小美有些兴致缺缺 开始恶作剧的到处给陌生人打电话 结果那边接电话的人竟然自称自己是小美 小美没有多在意还以为只是同名同姓的人 接着小美又试着用自己的号码打给自己的号码 万万没想到电话竟然接通了 这把小美吓了一跳急忙挂了电话 小美有些害怕躲进了被窝 就在这个时候窗外飘进来一个人影 在下半夜小美做了一个噩梦 她梦见自己被人按进了水里即将溺死 这个噩梦不断循环 导致小美一整晚都没有睡好 第二天小美的男朋友来了 男朋友感觉小美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从前的清纯妹子竟然开始浓妆艳魔起来 小美解释自己只是因为最近睡不着 所以才抽烟喝酒化妆 缓解压力 话虽如此 但男朋友很快又发现了更多不对劲的地方 一向脾气温和的小美 竟然跟一个混合在机头吵了起来 男朋友觉得自己越来越不认识小美了 于是两人吵了一架 小美也怒气冲冲的离开了 回家的路上小美途经一家化妆店 没想到老板却站在门口对小美说 我已经等了你一个月了 小美出于好奇走了进去 等男朋友追上来的时候 小美已经化妆化的不像自己了 突然小美清醒了过来 男朋友开始询问小美最近不对劲的原因 小美就把最近遇到的怪事全盘说出 最后两人追查到了老家的那个电话 以及电话里自称小美的人 两人赶到老家就发现老家已经变成了公园 当晚小美再次拨打了那个电话 电话里的人说小美去了大厦公园 本来小美约了男朋友一起去 但是在上楼的时候 男朋友被一堆莫名其妙的垃圾阻挡住了 楼上有一个男人阿坏在等着小美 声称上次没有解决掉小美 这次一定要得手 就在斧头披下来的时候 小美躲过了 就在阿坏再次动手的时候 男朋友赶了过来 就在这时小美竟然用意念杀死了阿坏 男朋友慌慌张张的摇晃小美 好半天小美才清醒过来 两人心情胆战的走出了大厦 此时小美身上掉下来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女人正是附身在小美身上的女鬼 原来女鬼此次附身小美的目的 就是为了借助小美的肉身 杀死当初杀害自己的凶手阿坏 至于为什么女鬼会选择小美 第一是因为小美和她长得极其相似 第二也是因为小美曾经